先介紹我們看的是 一項官會救人的說法 這是在契合早上 跟他一起的好聽給他金會 再跟他講從官會講到 基本的一項主宣官會法 而且這項官會就算 第一名參天的參加 是他們去分家地区的 社民朋友在網路上竄年 原本是要9點開始的 法律在5點多 就不少官會的民眾 要來排隊 也創下到嘉義地区 官會法黨相當 和這款的幸福 家義官會中心表示 將來沒有看過 這麼努力的庁民 人們客客客一碰到現場 嘉義這麼久以來 都沒有見過場面這麼熱絡的 通常一整天下來可能會有這個量 但從沒有一早開始 就會達到這種數量 對於大家充滿官會的歷情 民會市長 告訴大家大家的愛心 這就是台灣的生命 這就是一個創意 真的 基金會他們一直都不斷的在帶動起熱情 其實他純粹是從愛來出發 有幾位年輕人告訴我 這是我第一次的捐血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基金會 這麼有創意 能夠來吸引大家 也激發我們台灣的熱情 我覺得讓我們覺得很感動 所以年輕人捲起你的袖子 一起來捐血 幫助大家也幫助自己 讓自己更健康 年輕朋友 就是五點半就開始來排隊了 那麼我們為了吸引年輕人 這次是送出的是牛排的餐券 讓他們的學生在網路上就開始揪團 一起來共同參加捐血的這個活動 那麼這次活動辦的感覺上也蠻成功的 我們預備了五百張 但是已經超過這個人數了 現場台北都是年輕學主 很多都是第一次出來關火 關火人數超過福電福基金會議題 包括對家庭福氣的獎品 感謝熱情關火人的熱情 謝忻新聞創民黨 各議區蔡宏報道